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,高雄三民去顶太阶一栋五楼公寓,今天清晨二点民众通报火警,消防人员出动云梯车及水线涉水抢救,火场三楼及四楼共救出九人,令疏散八名民众,火势于2点17分控制,2点28分火势扑灭。 消防局指出,梯间农烟密布,现场已明年约八岁女童逃到五楼,关门阻挡农烟,由消防员敲门救出,女童母亲宋高雄荣总医诊断病无外伤,而五楼隔间讨房租给大学生,由云梯车救出,另有一名住户枪伤送医住户脱困后表示,看到农烟从梯间,窗户窜出,儿子说楼下住火, 赶紧逃命,大昌消防分队长王智福表示,起火电疑似于三楼客厅,王姓屋住不在家,沙发附近电器用品有浓黑灰烬,屋主称布置为何起火,起火原因由火调人员调查。 感谢观看,